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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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歌的訂閱全民歌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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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早晨歡迎全世界所有朋友 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今天是做Live的 Live 大家可以留言 也可以跟我們說聲早晨 是呀 巧英 是呀 巧英 巧英 是 我見很多人已經進來 大家可以說聲早晨 大家可以互相充滿一個力量 昨天話說我早上去茶餐廳 有一家人他走過來 他說村長早晨 聰聰聰聰 他說他之前是從來沒有起來讚自己的 他說他的人生覺得自己每天都是 不是去那邊查或倒某 都是這樣 還有他形容自己 他自從被我罵完之後 他説我覺得你在罵我 其實我不是罵你 是罵很多人 有些人之後早上西口西面 那個不是我 未醒有這個起床戲 是的 OK 接著他説 我們不是說他 是說不開心 早上黑面的人 不是只是說他 但是他說就是因為他聽到 他覺得我說他 那他就在那裡反省了 是的 那他現在開始怎樣呢 他的老公走過來多謝我就是怎樣 他自從我現在很鼓勵我老婆聽來的 他說第一他現在早上是很開心的一個人 還有他自己會在那裡拆牙 厲害了厲害女兒厲害女兒 哈哈哈哈 不是 我都覺得他很大的轉變 這個你要讚的 他以前都是西面 但是他現在一回來是 早晨 早晨 但是我想問你有沒有 我沒有開始發揮的時候 早晨 我就是想問你有沒有 你開始要進步 不是 我覺得他的性格 他不會好像我們這麼傻 他有時候會覺得低能的東西 或者傻的東西 其實不是他的性格 他就不會做的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一家人 他的姐姐就是 我平時茶餐廳會見到的 妹妹我見不到的 OK 但是妹妹和老公和子女 那天知道我在那裡 就專門來 然後就說 他說你知不知道 他老公跟我說 他說我多謝你什麼 第一 我老婆現在整個態度是轉了 他的生命很有生命力的 他是有段時間 19年 就是香港那個氣氛很差 剛剛那個時候 跟著加上疫情 他經常覺得 他老婆是會自殺的 這麼嚴重 是啊 因為情緒問題 你覺得他什麼都沒有心機 老婆給他吃飯 不去 就是什麼都是沒有心機 有對手沒有興趣 沒有興趣 見他老婆連衣服都不買 但是什麼都沒有興趣 因為都出不到街買什麼衣服 塗什麼唇膏 化什麼妝 買口罩 是啊 他開始就發覺 他好像喪失了做人的動力 他說他很害怕 他說自從他姐姐介紹給他聽之後 他發覺他 我寧願他癲癲癲 每天都超會 他說有個動力 他見到旁邊的人有動力 他都幾易感染 其實他親身 因為他真的見到我們 他感染都會容易一些 但是他隔著螢幕 他都感染到自己 他說你們一群人都在那裡笑 他說自己都會在那裡 這麼低能 他說那個村長這麼低能 我說我從來不嫁人 覺得我低能 如果我的低能 可以令你快樂 你開心 有什麼所謂 是不是 我那天不是 阿契仔過來接下班的時候 帶了我去吃豬潤麵 是啊 就是有個姐姐突然間說 哎呀 那個師傅 然後我就說 嗨 哈囉 基本上就是 跟你剛才那個案子差不多了 他說他之前那段時間 又是很不開心 然後又是有朋友 介紹了我聽這個節目 然後我就說 不要緊 我現在拿個電話給你 給你錄一句話給梁師傅 是啊 他有錄給我 是啊 不是 你突然間聽到他 你不會發覺 我錄音給我那個姐姐 啊 她是會有情緒問題 是啊 是 因為她很有動力的 村正 這個人很有動力 很開心的 其實有時候 譬如我說 我做了很短時間 是啊 但是我都每一次 遇到在街上 有人跟我打氣的 我都有跟她說 我想我都遇到 起碼有六、七個 是不認識的人 認識的人 當然有時候 會動支持你聽 是 不認識的人他都會說 我聽了你的節目是很開心 是傻的 其實 你們自己在那裡笑 我都自己在那裡笑 是 是 是 我都會感覺到 好像有些幫到 幫到人 是 絕對 絕對 就是自己爭取的快樂 我經常都說 你能夠看到我們的節目都是一個緣分 聽到我們的節目都是一個緣分 我們的做好 令到你開心都是一個緣分 是 希望每天都正能量 正能量一些 因為地球的負能量很大 是 尤其是接下來的狗運 我想更加多人會放棄自己的生命 為什麼會放棄自己的生命 很密 真的這樣聽到 是啊 有些 一聽到一件事 就感覺到有些很悲哀 不是 你希望快些過了 不是 你們 為什麼呢 第一 你們未必會看完全香港所有的媒體新聞 還有 因為我會上網去搜尋 平均這三個月 輕生的人 的數字是大到你是估計不到的 嗯 你估計不到你每天都會有人 13歲又放棄生命 20幾歲又放棄生命 30幾歲 是不是有一個7歲 總之就是我告訴你 是很密的 是真的密得很厲害 一天起碼呢 有十幾單 就是 因為以前呢 因為現在越多呢 它就開始不崩了 是啊 是啊 你就要上去一些的網 政府的網絡看的 因為 哇 太多了 但是為什麼那個人會活得不開心 你慢慢發覺你自己身邊的人呢 他活得好像 就是你見他好像 就是 都是在動 就是沒有什麼動力的 有些人 你會看到很有趣的 他是完全沒有動力的 他是生存 什麼都沒有興趣 他是生存 情緒 情緒影響 是的 但是他不是在生活的 你看到他沒有動力的 就是完全是 喪屍感 是的 喪屍感 多了留意身邊的朋友 最近我想大家都會看到 也都不想這些是很多 因為呢 當很多呢 其實你們每一個人在街上都很危險 嗯 最近剛剛 就是很多人去看 就是看那段片 是很震撼的 嗯 一個很年輕的人 見到有個阿婆在等著 他推到路軌 是整個片 是很震撼的 然後那些人就按著他 不是說他們做什麼 不是啊 我是博坐牢的 我生活沒有意義 他說我生活沒有意義 日本 我完全 你知道這樣會死人嗎 沒有所謂 我博坐牢的 嗯嗯嗯 他就抓到他說 我博坐牢 麻煩啦 但是他都還要害多一個人 是啊 那他不去 他不會坐牢的 他就不會坐牢 那其實呢 我自己呢 就比較八婆一點 我最近聽很多 還有 就算不要說新聞賣了 我也都有跟村長分享 我自己身邊的 有熟的朋友都走了 是是是 那我就會覺得 快點踏入這個農年 快點 因為呢 逢年尾會很多人 是啊 那個氣場 那我就希望快點過 我希望就是 又踏入去九運 又會希望好一點 好一點 就是好過這個 那剛才呢 我想補充呢 你說是 我們每一個人相遇到一個緣分 好像那天 我跟風遂師傅 就是很好 安排跟風遂師傅見面 其實他說這句更加是 確實每一個人 就算我跟 Bruce 不是說很熟 但其實我們上幾世 可能是有一個關係 所以才會這樣 所以朋友與朋友之間 我會更加覺得 我現在真的要想慰問那個人 我就慰問 一個出名的人 就算一個朋友 不是經常找 如果他走了 我的心都忐忑了 要一段時間 我才能修復得到 但是呢 我知道你最近有個朋友 真的走了 但是我都會 你知道我人很熱情的 真是久不久就會發訊息 怎樣了 我經常都做這些事的 但我有一次 後來同一個人說 我說我從今天開始 不會再發訊息問候你了 我要約你 不是 我說你留意一下 我每次這麼熱情 我得到的就是一個emoji 還有好一個字 你太冷漠了 你也不值得我再這麼熱情去問候你 但是他是不是情緒有病死的 那你知不知道怎麼樣 他馬上很熱情的 我馬上跟他說 太冷漠了 就是 大佬 熱面撇向藍屁股 我怎麼可以 十次我都停了 大佬 我就終於告訴你 我說你太冷漠了 我都開始 接著他就馬上回答給我 他說你覺得很冷漠嗎 我說你自己看一下 我的留言 三十個字 你只副我一隻 然後什麼 好 一個emoji 大佬 我說我不是跟你打工的 但是他不是情緒有問題的 他沒有問題的 情緒 那他是不是一直都是這樣的 你跟他做朋友這麼久 我覺得他以前 沒有這麼冷漠的 但是都冷冷的了 越來越冷 我就說 不好意思了 我說我要放棄這個朋友了 我不會再發訊息問你了 我沒有必要的 大哥 是朋友 幹嘛 大哥 沒有條件 那他再發給你的時候 那怎麼辦 什麼啊 他再找回你的時候 那怎麼辦 他說他很冷漠嗎 他不知道自己冷漠 他不知道自己冷漠 OK 我說總之 我再給你三個月機會 如果你還這麼冷漠 我就刪除你了 然後他是不是很好啊 很好啊 直接完全 你跟他應該的關係很熟 因為如果我跟思培這樣說 譬如思培可能寫個訊息 如果你再這樣 我想我跟他會有心病 我想你跟那個人應該是很熟 因為 不是 那我告訴你 你看看你自己給我的留言 你看看我寫這麼大的東西 因為人家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一次OK 兩次OK 十次 長期啊 大哥 我打字我都要時間 那錄音都要時間 像Mandy說的話就是對 你們兩個可以把事情攤出來說 是啊 有些人就會 譬如我說他 喂 你看你 我這麼關心你 你只有一個字 那可能他會覺得 哇 其實我這個字 我已經沒有什麼意思 我表達了我心 你這個人 你這個人是這樣的 就會又有些 就是因為這樣 我就是當他是朋友 我才告訴你 你這麼冷漠 我刪除你了 嗯 嗯 就要回到那一段時間的友誼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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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所謂的 我沒有所謂 女胎還是男胎 男胎 上帝是住酒店的一個 是啊 對了 我真的說得很厲害 對了 厲害了 我真的跟她說 因為她是會這樣開她拖的人 喂 大佬 你試試看短裙子 她夠不夠膽開 短裙子我也開的 你有開拖的嗎 是啊 不過我個人很有趣的 例如短裙子 最近她有什麼呢 她說你喜歡吃蟹黃麵 我買給你吃什麼 我感覺到那個熱情 我會對她好一點 嗯 是不是 短裙子應該不止三個月的機會 應該比過半年 不是 人與人之間是互動的 是沒有單方面的 真的 等於我們做節目好 他們都會留言 好聽啊 在街上看到我就會抱著我 村長 村長 厲害厲害 是互動來的 我經常覺得人生是互動來的 沒有單方面的 是沒有單方面的 單方面呢 其實只會那個人會走的 會走 所以我走了什麼所謂呢 我有很多朋友 少你一個 我經常都說 跟著我都跟那個人說 所以要珍惜 你沒有朋友 你看看你的朋友寶寶 你沒有朋友 我有很多 我少你一個不覺 你少我一個 你好覺 完全 Lorenz 你它很習慣 嘗 它會 Id not be a good 年紀囉 一次它寶寶 你好好的 很會 而且想講 來幫我買一張單 他真是怕死沒了你的朋友 互相而已 被他這樣詛咒完 互相而已 可能他自己檢討一下 是呀 我真的沒有朋友 一大堆 我就跟他說 我少你一個我不是好講 你少了我一個你就好講 因為他真是明白這句真的 因為我覺得他都應該不是很多朋友 馬上拿去幫他買單 所以 好了 OK 這個早上 你們個個都聰明了 就全部大家互相問候 互相早晨 記住有一句說話 是呀 做人開開心心去活著 因為由於近來 整個全球經濟的市道一般 很多人都會承受很多壓力 一句簡單的問候 一句早晨 一句正能量 可以維持著 大家可以繼續 可以對抗到這個 就是全球經濟 好 稍後回來我們開始今天的新聞 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